请问大林的理想型在微信里吗 现在变了吗 透露个首字母呗 什么 就我这按条念的 可不是我念的 雪晴你怎么能这样呢 请问大林的理想型变了吗 在微信里吗 有透露个首字母呗 一字不差 就在心里了 请问大林的理想型 在复读记忆你看个这 没有 我想想 没变 理想型变了吧 你什么理想型 什么理想型 我之前特喜欢那种 那个女侠理想 是吧 你居然学 你用这个词好 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因为上次郭老师问我的词 我没有说出来那个形容词 女侠这个好 快烟愁的是吧 现在呢 还是 还喜欢女侠 是 我确实是对这种有强烈的个人性格色彩的女同志 对她们非常着迷 就那种爱憎分明的那种吗 赠赠 就不爱别人 赠赠分明也反正是 在微信列表里吗 那首字母呢 这个没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人 微信列表里没有这样的人吧 认识的肯定都是这样的剧多 我套入手中 别套入手中 都塞上来 我没有 Z不是 我不用 我得找一个 没有 赵杰孙礼周末上王 Z 周一多点 对 找一个多一点 哪个是哪个 真的哪个字母出来 V V没有苗 好吧 挺近吧 莫老师 刚才熟织一堆破烂 你看你有没有啥想要的 可以拿走 大南瓜 大南瓜你家要不要 怎么回 我收破烂来了 这大南瓜不错 可以再利用 这你们干啥冠圣节 反正就是一些装饰吧 秋天的时候又来那个啥了 这一箱装挺好 咱就别冻它了 那你能拿走包 我都带走 大包带走 那不行 这就都钱 我能看看你家吗 你看看 你随便看 你看 在家不爱穿拖鞋 你 哎呦 这这行啊 这个 还有好些生鲜的 吃 吃 这不能直接吃 啃个西红柿 哎 皮吧 这皮皮 许致吗 许致 许致都吃 吃个皮吧 反正你去一个少一个 皮吧 可以啊 吃呗 像草莓 大蒜吃的 来点包 大妹 就着吃 吃点心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休闲啊 咱们就 郭老师 你自己扣着点流程 歇会儿 怎么你们这么着急啊 我来之前我还要寻思呢 我说咱们这节目 不会很快就录完了吧 很快就录 三两句你就离续了 是吗 这个 我就是一个 花絮 走吧 唱座吧 唱座 好久不见了呀 还真是啊 我跟毛老师呢 你俩应该 他收拾钱 前几天 九月底嘛 我忘了是啥事了 我就那个宁波那戏 沙青回北京 就一天 然后回来跟毛老师 约毛老师出去前坐一下 太久没假了 还出去坐的 嗯 说之前我们就是他有个朋友开的餐厅 然后就去了说很僻静那个地方 给你聊一天 然后门口忽然开了一个创意集市 你不知道为啥 对对对对对 为啥没随在家坐呢 不爱在家 郭老师 爱出去 待不住 不羁 去你家 去哪家 去你家 他家 可是我家有什么鬼 我还没家现在 我那家都没有 你现在是不住北京 我住我都搬家呢 都没没搬着呢 正忙 你搬正好那个 我原来也想了 这个 请个人到我去 搬家公司 不是那东西 搬家公司得是 你知道你要搬走什么 他能给你搬走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哪些东西不想要了啥的 就我得需要一个熟悉的人 他能决定这东西我就不要了 这么多东西 衣服啥的吗 我之前请搬家公司 我没跟他说怎么搬 反正他就自动给我搬 后来把街坊家柜都给我搬 可以吗 这样 可以不是 那楼道嘛 好多时候就一出电梯 人家搁那儿就都那啥 然后他把人家柜都给我搬走 我说这不是我呢 没见过 你找搬家公司 他就是能给你远方不动的 全搬过去 就说垃圾都能给搬过去 对 就没有断舍离的过程了 而且断舍离感觉得俩人 俩人整 就又有商量 对 你自己一会儿很难断舍离 就觉得 感觉哪个都有用 要不就搁这吧 我家的沙发上的衣服 从那儿堆到这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 我认识离一大帮朋友 都开始做自己的服装品牌 是 然后每个人给你寄 就拿你家当仓库一样 可能他家 你们得设置了好多朋友 对 而且都很热情 那衣服一箱一箱给你寄 我觉得仓库没地 我哪天微口打电话 您那儿那货还有吗 要不给我们再寄回来点 很感谢大家 我都一年没买衣服 我一年不买衣服 我也是 我就是谁给我寄 我就穿谁衣服 对对对 我也是 我特别好 我觉得 完了他们老上新呢 老上新就给咱寄 寄完我就出来了 但我家放衣服的地方很小 我就没有机会放那么多衣服 就我觉得衣服是最难收的 其他的吧 零零碎碎的 你就 衣服总不舍得扔着 衣服 总觉得还能穿 早会有点会穿 我有一件衣服 我都穿起球了 然后白眼说你扔不扔 我说但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对 我也是前两天 刚扔了几件打底衫 都穿变色的吧 那个打底衫洗的都这么老长 那是2015年买的 都已经这么老长了 我前两天终于把它扔了 但我在扔这些 我还会想 要不当麻布吧 那你家有麻布 我家有麻布 就是 我跟你讲 麻布这件事就是 你一定会想 这个当麻布吧 那个当麻布吧 最后你还是买几块麻布 对 人家专业对口 正经 干麻布的就当麻布 反正我以后就不舍得 然后包括以前那个短裤什么的 但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 就像秋衣那玩的 就是穿旧了 可以拿玩盘串 盘串 拿秋衣盘串 我俩没串 不是 因为我看过他们 就盘串平时 还有拿搓脑巾 就搓脑巾里头 搬在搁里头 然后 就没事就揉 搁手套里头 搁那盘串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你已经开始盘了吗 也没有 就人家送我 送我吧 反正我就搁我那餐桌边上 就是有时吃完饭 闲没事吧 拿摸两下 而且那玩不是说越有油越好吗 有时候早上起来没洗脸 就蹭鼓蹭鼓 你已经开始就是到这个年纪了吗 已经开始 那倒也 我回去把他们争了 我会把那串都搅开 给那猪子撸下来都 太可气了 我跟你讲 人虽然说嘴上不在意 但他背后一定会去记忆谁忘了我的生日 但我是这样的 我拜年的时候我过年拜年 比如咱工作当时认识一些长辈啥的 我会拜年 我也不会编一大套 嗯对 我就写一名名 什么是某某老师 某某叔叔 某某阿姨啥的 然后后边什么祝您 反正新春快乐 给您拜年过年好 反正就每年都编字迷一顿话 我通常是我今年给您拜年 您要没理我 我明年就不给您拜 我觉得拜年这一定是压力真的 但拜年你不用卡着那个点 对 第二天说也是 因为我是从三十的下午我就开始 但不应该三十拜年 你按理说是初一吗 对啊初一拜年 你是这样 您上次张老师跟我说的 我刚刚老师 他有一个故意 他老人家就是 他说三十给长辈 初一给 平辈 类似 然后初二给一些晚辈 看看谁没给他拜年 他就去点点 点点去 因为我被张老师点过 所以我没 初二就专门给你发现信 学心过得怎么样呢 因为我没给他拜年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拜年的习惯 小心眼睛 请三位回答另外两个朋友谁更重要 坏笑 来吧 依次回答吧 毛老师 你先来 我跟琴谁更重要 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我觉得我自己甚至都没有那么重要 咱俩云云吧 就每个人都说说一个保证三个人每人都能说的 行 我说郭麒麟吗 那你说 那我说毛老师 然后我让雪芹轮空 哎哎哎 你也说我吧 对对 雪芹 雪芹比毛毛更重要 毛毛比郭麒麟更重要 郭麒麟比的雪芹更重要 咱俩好无聊啊 咱俩 其实都不咋动 其实 其实都不是 都没我心重要 爱她打你 其实是 我来一个啊 诚心挑唆 看看啊 我问我还去桃花屋吗 我去啊 她说雪芹今天还上桃花屋吗 这个节目你最想看到谁啊 我当然就想看到郭麒麟了 下一个问题 你那个问题是什么 我这个是 你本人知道大碑大喜组合吗 什么意思 大碑大喜组合是 说我呢 问我呢 大碑大喜组合是 你不知道啊 大碑大喜是啥呀 是我和刘雨宁吗 就说我俩唱的那个ost 都是风格比较 哦 不一样 对 对对对 有一次我在活动做一起了 你跟宁哥 嗯 请评价一下这个组合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很好 希望那个宁哥 这个得空来猫游望做客 是 咱们这个节目组啊 这个访问访问的非常的复杂 然后呢 就是这个愿望 就好像咱们这期主题就是愿望 你也知道我 我对愿望的理解 我就死活想不出来 然后他每天都问我 给我都逼的不行了 我说我真不知道有啥愿望 后来想来想去呢 我一琢磨 我说行 那就想今天那个想干一事吧 就跟你想学会开车一样 我想学乐器这件事呢 我大认识毛老师的时候 就跟毛老师说了 后来买乐器的吗 人家送的 买啥 就学啥呀 我很早很早之前呢 那个想学古琴 哦 那会觉得这东西你看 是吧 文人风鼓是吧 是吧 浮浮琴是吧 搁这儿一弹 后来呢确实 太难学了 而且太疼了 我发现我这个 这思险类的吧 这玩意 你可以学阳琴 也不疼 也是 那羊琴那玩大呀 是吧 他给弄 这不太好 没事出门待烟 而且我那会儿吧 还想就是说 能表演当中使用 然后我那会儿 就有了这萌生一想法 然后人家 一个前辈一输入 我问他 我也没没想找人要 我说您那个 您学音乐老前辈 音乐界老前辈 您能那个 帮我找找吗 他说行行行 他要帮我问 问有谁 也是一个前辈 人前辈说哎呀 行吧 那送你一个吧 你看 我还怪不好意思 我说行吧 地址是什么什么 今年的月吧 把他学会了 沉默了 他不是有那个吗 卡祖迪 我还没玩过过 啥叫卡祖迪 你来吧 掌声母人 嗯 在这边吗 嘟嘟嘟的 嘟嘟 没想着吗 没有卡祖迪 哪有卡祖迪啊 但是哪个是卡祖迪 我不认得 像这个 这个 这个呀 这是个乐器啊 是 这头吹哪头 这头吧 肯定吹这头啊 你骗谁 这玩意真能吹吹动吗 它不是 它就是嘟嘟的 你得说话 反了吧 这边吧 能吗 那边有线 就像听证器 又它就是声带的震动 嗯 哦 哦 这样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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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呢 就哼哼歌 它就可以有音色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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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玩哪吹啊 就放在嘴里啊 就隔嘴里含着说话就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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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能咋的啊 哈哈 嗯 横音歌 他是唱歌啊 歌唱啊 嗯 嗯 这有意思了 它可以就是 算一个玄绿乐器嘛 你就是在那边弹几菜呀 完了 挂脖子上 忽然想有个尖奏啥的 哈哈哈哈 有有这样的 你不要笑 真有 嗯 这样有 是我勾勒管门的 嗯 你吹一首歌 对 对 吹一个啥歌 毛泳望主题曲 谢谢 谢谢 变出去的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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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雪芹的歌 是吗 国际里还有歌呢 我想想怎么着 这不行 这个音色真不行 还不如你又嘴横 这得有点那个 就得有点那个 沧桑的感觉 有点闹听 对 就蛮劣质 我觉得太劣质了 主要是 对 有那好的 大塑料的 钻石做的 知道这么点 啥 非常劣质 我觉得可以 很清晰 为什么 为什么呢 非常劣质 今天这么说话 怎么样 可以了 观众就得换台 立刻就得换台 不玩了 拿走吧 这么意思 是我都说了 我肯定拿走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节目 每次加密来之前 都会填一个问卷 然后导演组说 郭老师这个问卷填的 很叛逆 然后说让我们 第一次让我们来猜一下 郭老师是怎么回答 这个问卷的 这样我们俩也知道 这个问卷都问了什么 来 觉得最近最值得一吹的事情 是什么 我俩能知道吗 其实我今儿来的时候 这个事件听上去没什么 但我觉得放我身上 挺值得一吹的 工作上的 拍了一场难度很大的戏吗 之类的 应该不会 那太官方了 太官方了 而且那也不知道一吹 我们拍戏拍得多 拍难度大的戏太多了 每次都完美演绎 怎么说 你不会是吹捧我们吧 也没有 这我俩能知道吗 能想到吗 我进屋就说了 刚才咱们还一会儿盘这事来着 还分析来着 有吗 演出啊 进屋就说了 没有啊 算了 我看你俩就老期待 一会儿我说一下 就这 对 你千万别把这吊这么高 对对 不吊这么高 其实没啥大事 请看 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挺值得一吹的 因为我特别懒 我知道很多演员 特别厉害 人家就恨不得三年 三十六个月 一直在剧组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 但你现在也没少拍 我就拍了俩电视剧 头开始 我接近人跟我说 说那个 这个咱别连续进组了吧 就是怕对你那个啥 那个就得不到好的修理 我说没事 可以 没问题 他说我对你 比较了解 我说算我 我对我自己还不了解 我说肯定没问题 然后第二个戏 拍了一半的时候 我就不想连续 这么长时间干活了 这个演员这工作 不就是观察生活 然后再去表现吗 你上哪 你不观察 您在组里 那你还说人 刚才一个戏 三十六个月 谁呀 十十月前吗 他最近反正没闲 但我可没有 对 我连续进组 我也没有连续 比你先 你一个戏时间 就那么老长 对啊 天天的 就我觉得会疲劳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你觉得自己最拿得出手的 才艺和技能是什么 才艺 开车 做饭 拿不出手 喝酒 主量大 挖耳朵 这是给自己发 还是给别人发 打羽毛球 抬球 我也忘了 看啥 斗地乳 斗地乳 再拿不出手 我都学家 穿衣服去 秋衣扎到秋裤里 秋裤扎袜 我也是 我也是 你这算什么技能 请问就是说 我这个大笔也必须得扎到裤子里头 就是 我会感觉这样很踏实 就是它保护了我的肚脐眼 要不然不会拉膝 哇哇 你看他说啥 你看 即使在最叛逆的青春期 也没有因为风度而不穿秋裤吗 那个 我刚才想说啥 我拍戏的时候 因为天天不穿自己衣裳 天天穿祖服 就是祖里人家聚中人物的衣服 所以其实你除了内裤 要自己回洗 别的都不用 然后我为了不洗袜子 我就天天穿拖鞋去 后来 对 后来太冷了 实在是不行 再不穿袜子 脚痘又冻不掉了 我天天穿拖鞋 对 穿拖鞋 你最想从事的第二职业是什么 司机 开车 还没开车 你们老背上的这 厨师 挖掘机 哪家家 是不是男的都 都提完 挖掘机吗 啊挖机 挖机机吧 那天 我送毛毛回家 他小薰蒙狗 有一个大挖掘机 跟他施工的 我说毛毛快 你们太美接你来了 经纪人 经纪人 当经纪人应该挺有意思的 你适合当经纪人 我想想 还行 经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沟通 我现在觉得沟通 其实是各行各业 最重要的一个 咋说呢 我就发现啊 因为我先说一下我最大的这个缺点 我是特别不爱拍照片的一人 我也是 我特别烦 尤其要是进棚拍 我也是 你要说拍定装照什么还好点 然后我就发现那些个优秀的摄影师 其实他就是沟通 就是那些个特别厉害的杂志 人们请的那个摄影师 他对你永远都是赞美 对 现在我感觉好多 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 再来一遍 没错 还就是这 嘿 哎呦真好真好 我太会拍了你 然后要是你稍微那个差一点的人 就是来再摆这个 来一块 你再想想再琢磨琢磨琢磨 但你定期还是得拍啊 你唱歌或者参加个什么 活动 活动 那种很多人的那种活动 我知道 那肯定要拍啊 我有段时间也不拍 后来就被说了 哦 哦 不太一样 大家工作兴致不太一样 那你当不了经纪人 太往心里去 你记得 哈哈哈哈 行了行了 行行 可以了 除了本职工作以外 你觉得自己最拿得出的 才艺和技能是什么 你们先去 我有什么 绝活 丧绝活 才艺 前滚翻 明天就能表演 这就不展示了 这个 你要是 你要问我的话 我就是会什么 玩剧本杀 对呀 剧本杀推理呀 剧本杀大脑 战场推理呀 大脑 正确大脑 绝对 我没跟选先玩过剧本杀 太压了 真的 你还爱玩 我还行 他挺爱玩的 他比我玩得早 对 我们玩剧本杀 太有益 太逗了 我们那个 登社那帮人 真的 反正就是 你一个好人 因为每个人都在说瞎话 就是所有人都愣骗 你知道吗 就你 你知道他骗 他也就硬骗 他就是愣骗 俩人对暗号 那个就编 就是你跟我说一个上劲 我虽然不知道下劲是什么 反正我就想把折给你对 我就瞎给你编一个 你愣鞭哪能对 咱俩一看就不是一波 然后就愣那啥 我们那会玩 但他说不定他知道他也愣鞭 那不纯捣乱腾玩 有这种人 也有这样 反正一般六个小时本 我们至少得玩十个小时 因为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了 互相的说瞎话试探 最独特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太独特了 早睡早起 太独特了 我很迷人 这么一说突然感觉 出去之后 看见喜欢 看见喜欢的女生 就跟她说 我最喜欢早起 特别吧 太独特了 一下就觉得 太迷人了 他最独特的生活习惯什么 乱中有序 你的朋友圈子最有趣的三位圈列好友是 不能有咱俩吧 不能有咱俩 有咱俩的话 那就是太虚伪 三位吧 都找不出第三位 太虚伪 圆榜 第三个是 你在里边有打戏 你有没有打戏 没有打戏 但大哥确实有这种兴趣 他他特意外遇 他不是愿意看 在这个照片教你 对 大哥就天天靠我 就在跟这坐 别人都玩了 这两个的 哎毛病 拿啥 就他随便拿什么 打鼓机 类似于啥的 就类似于让你 哎毛病 然后 然后我就 哎哎哎 我就跟 打排球似的 再听着哭了半天 也没接着 还行 大哥人 实话实讲 我觉得 就对晚辈吧 我觉得他对谁 态度都是一样 这个特别的 我觉得值得尊敬 就丈母娘看女婿吧 就咋子子好 不是老丈人对吧 老丈人 那肯定不对 对对对 同性之间 可能他是有那个 就像婆婆和媳妇 婆媳 对 我姐夫在我家 就是很标准的 一个女婿 他话也不得 因为他男方的那个人 他可能说话 也和我们不像那么快 他就干活 就傻干活 手勤快点 那确实 其实我也想过这种事情 就是在当孤业的时候 杀人老丈干的家 就干活吧 少说话 对呀 多干活 给老丈人喝酒 喝酒 倒茶 散烟 倒茶散烟 这我没想到 得吧 老丈人抽烟 那你火就得点上 你看他家 老丈人举杯 你酒都得倒上 老丈人抬手 你茶留得去 老丈人要胡 你得点炮 不 点炮 老丈人一上厅 你这炮就得点上 不 那不都得这样吗 用哪样 我觉得 太一般 这 这 你这不是 演女婿现在很很 很那个啥吗 还真是啊 这是女婿的气质吗 女婿是什么气质 啥干活 女婿就比姐夫啊 或者是什么 哥哥啊 那种 那不一样 姐夫跟哥哥能一样吗 不是你 女婿 我觉得是可能 是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非常 非常讨喜 特别适合放在一个 家庭关系里 他特别适合展现 一种家庭关系 他从中进行那种 协调和 就是拢 拢一拢的 这个 我不太演 那个我 不理解的角色 我觉得女婿 尤其是儿子 这种人物吧 我觉得生活当中比较常见 而且越是这样的人物吧 你看他 他这个 在这个家庭当中 他的地位不太高 就总被欺负的人 你才会觉得他有意思 然后他在做些什么事 你才会觉得 这东西有点意想不到 你天天在家 当演老佛 你就没得可演 一个演员 可能他适合的角色 也没几个 就在不同时期 对吧 我在这个时期 可能就适合这几种人物 我倒不觉得 这是细路宽细路展 人家找你 肯定也是你像这个角色 对啊 就演嘛 首先第一点 是您先像这个人物 我再找您 您要长得 就跟这事没关系 您就不是那样 让我天天演一个 我是啥呀 你刚才那是什么 就是有点 端着拿着劲 那样的 我也受不了 我也不接受那种人 我看不懂 你们觉得就是 一般啥时候就觉得 就是这期节目挺有意思 挺好 挺好的 就我们聊着不累呗 就是讲了很多事情 就说事 然后观众就爱看 对 我发现也是 后来我接受采访的 也给可逗了 我记得人原来不是记者吗 就我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们俩还聊点复盘 就是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回答 应该怎么回答 但是不是 其实是我们 我们没有什么限制 阿雅姐他们公司的那个老板 她就是记者出身 很喜欢让她的艺人 有规范的 又是有创意的回答 比方说 雪芹是什么样的人 就说 我觉得她不是玫瑰花 她是山茶花 就一定要是这种 你知道吧 她一定要有这种修饰 修辞 但是她就 为什么这样说 然后她就再徐徐展开 就是这个不同的访问 在不同环境下 其实你要了解 她是要 就该怎么回答 视频访问 和文字访问 它都不一样 有些包袱 只有在视频中能抖出来 非得抖 人家可不可能 是真正的 就是想了解你 反正视频 通常都没那么深度 视频不要给深度 给深度 人也不爱听 大家一听 觉得有意思 随便一扯 他们设计的好多问题 也就是让你有意思 你对艺术的理解 对人生的感悟 留着到纸眉 你再给人回答 那些凡事 都能太心来看字的 人才会去想看 你得知道受众是什么 那你们碰到那种宣传期的时候 你其实很多 就是密集的媒体的访问 然后问的问题都差不多 但没办法 那确实是 你会要求自己 每次都给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是 我一开始 后来 后来给不出来 太累了 后来太累了 就是这一个事吧 我能够用三种方式说 但后来第四个媒体 就来的时候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 高喜削总有点那种 我要给点东西给你 而且要不一样 对 所以我为什么不喜欢钱财 就是有的问题 因为我 我要即兴 对 我不是 我当时钱财这么说的 我到录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这么说 你就觉得没有意思 我不想一样 对 我不想重复 因为以前我们公司 不是很爱搞直播吗 所以他所有的话都有 那你直播 你容易出问题吗 对 怕你胡说 那个年夜饭的时候 我们说话的时候 在一桌全都能听见 这你一直在说 我跟你讲都是谁 我 她 周深 马迪 孟哥 周又良 就这就我们六人 没说出来一句好话来 后来就把我们瞄掉了 因为你在这个 他还 你现场又没有你的声 然后但其实不恶如 其实都不恶如 冒得老自如了 我们几个 一点没意识到 也是 可那你想那环境 大家都看舞台 那就感觉我们 因为我们想不到 这个东西会播出去 对 而且我想到这么大声了 能听见吗 结果能 咱们就点外卖了 我这刚解云南回来 又点云南菜 我真是 你这么爱吃吗 但是云南吃的云南菜 和北京吃的不太一样 就是这种快餐 到哪都会改良 这云南菜在北京 我发现云南菜有好几种 就有一种是 像偏向泰国那种菜 有一种是 就这种偏向西洋菜 买味的 有的那个 我最近吃老香鸡 吃得不少 老香鸡真挺好吃 而且很少 便捷对 然后小份 你就正好正好了 是吗 但是它选择非常少 就那几个菜反正 而且便宜 就是你自己 如果想吃很多样菜 它能吃菜 啥都有 小碗菜 对 吃饭吧 给你剥点 剥点 够够了 够够够够 我就吃米饭这个时候 真就是在桃花屋 我发现的 就我去鹿桃花屋之前 真的 我每顿饭 我都就米饭吃 但咱鹿桃花屋 没有人吃米饭 你记得吗 很少 吃主食很少 对 大家都身材 对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吃了 来来回 我觉得过年的饭 是最难吃的 哎呦 三十二那天饭给我溺住了 一个菜都没有 没有清口的 对 然后吧 它板上感觉食材 还有好像很贵 那不怎么太好吃 我阿姨还 在那个 网上买了特别多奇怪的东西 啥呀 榴莲千层 那奇怪啥呀 蛋糕啊 就是它不是一个过年吃的 但是 大家会爱吃吧 榴莲千层天妇罗 那个天妇罗最后也没吃 就是有一种你过年的时候 你就想吃点这种 你说你家过年吃啥天妇罗 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你平时也不会想要买什么来吃 然后就说过年咱买点尝尝吧 就这种感觉 挺有意思 说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快到愚人节了 嗯 你们过过愚人节吗 我不喜欢 谁跟我过会生气 真的 嗯 给我个惊喜 假装跟我生气呀 嗯 吵架 我无法从这个中间感到乐趣 就像我必须得配合你 他可能是有一些人会觉得 其实挺有意思的 包括被捉弄的那个人 他也乐在其中 我也没 我也没机会到 对 或者是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笑 对 或者真的挺有意思的 真的好笑 可以 就 嗯 连格子 有精彩的吗 你们迹象当中 我我没有 我就小时候 哎呦 我能非常土 那个时候 好时候我们骗老师 对 就我们小的时候上课 然后就只敢骗英语老师 因为你知道 英语老师一般都是那种 洋气的年轻的 对年轻嘛 能接受嘛 然后 就骗人家说 找了一个班级里面最乖的女孩 平时就是最乖最乖的 然后说就跟老师说 他同桌吐了 吐了 对 说老师老师他吐了 然后就哗 就桌布上就全都是 然后我们几个老师就就挺慌的 然后老师没事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 少吃了 对 哦 少吃八宝六 那我小的时候 那都 那时候还挺新鲜的 这老师看吐了吗 嗯 老师真的震惊了 你们吃完女孩说 他真吐了 那 他这个挺好笑的 对啊 他真吐了 还不然说那个愚人节是大家去表白 啊 愚人节表白 我从来没有接到过 我也是 连捉弄都没有过 发过吗 没有 我觉得留愚人节表白非常不真诚 嗯 万一就是试试看 给自己留愚定 又很不坚定 嗯 就我喜欢人 我也不会再选择在愚人节这天跟他表白 对啊 你说 给自己先晚尊 有啥意义呢 咱们都是在岁数里面 成为人也很多 这个岁数 我感觉这种愚人节这种就留在中小学生里 没有这个概念了 孩子嘛 嗯 我那个黑的都不行了 在板纳晒的 我那戏都在深山老林里的嘛 哎 他不应该吃饭之处 都饱了哈 咱们有厕所啊 就从山后边找一地就 嗯 随地就方便了 确实人家满地拉 那也稍微换换地方嘛 呃 地势平坦的地方都是大家争相去 商道所的地方 因为我们一个组一百多人呢 哦 他可能 我应该深山老林 那今天不就拉满了吗 哦 换不同的树林 然后有时候 在地上那种虫子呀 大蜘蛛啊 蛇呀 它满地爬 有时候拉一半我就跑 我一蹲一下 蛇 啊 拉着拉着来一条蛇 就在你旁边 我说 就过去了 我早赶紧叫他把躲 就蹲着 走了 我爸说去趟坂纳回来把五丑练成了 我的天 五丑好多走矮子的 他就蹲着走 太可气了 关于德云社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 德云社谁是团宠 团宠 怎么会问到这里呢 怎么拐过来呢 因为他们就那天写一份 孟哥不也说过过吗 这个事 就他们老以为德云社所有人都有一个地方 大家在一块 对 玩了天天像一个班集体一样 男团我们 你在德云社的位置是 你也没有师兄弟 就是他们也不是 我有师弟 我有师弟 我余老师这边 我是老大 所以你跟他们也不论师哥师弟 跟德云社的 也叫 但是 韩确实不是一师傅嘛 所以就也没那么 不想 像你说自己门里表亲 我们这边就叫哥哥了 就不师哥了 哥哥了 熟的都近的都叫哥哥 有多少人去过你家我挺好奇 圈内傲友 我是没去过 反正 没有 为什么呢 肯定有 他们都跟他说 没有 娱乐圈是没有的 你觉得特别私密的一个地方呢 这是 我家很乱 不乐意让别人上我家去 我乐意上别人家去 我说实话 我也不愿意让别人上我家去 你连不走是不是 不是 因为我家很 我就还得收拾 我还得招待 我觉得很麻烦 招待是挺麻烦的 所以你看 我们这些 哎呀 所以你们很伟大 愿意招待我们的 我就愿意上别人家 我后来觉得吧 就是你请人来家有个问题 就是你不好让人家走 就有的时候我实在是赔不动了 完了 他们还正在兴头上 你又说那我先睡了 但后来 如果是很熟的朋友 我就说我先睡了 他们还就继续玩 他就这么哄我 真的 我让大家家去 我先睡了 那老男生 不是 又不是他自己 还有别的 那不是他没完 因为我也在朋友家过 我非常愿意睡在朋友家里 也是 我爱睡着沙发 没什么事聊 起来吃个早饭 聊聊天 还挺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